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除此之外 还有学界武术赛 学界足球赛 邓澳保宁球赛等等 第五届月澳杯蓝球赛一如以往分成两个回合进行 首回合作客的澳门以21分之差不敌广东 五次回合澳门回到主场捉尖 未能够反败为胜 两回合计广东以33分的优势 连续五届赢得冠军 月澳杯蓝球赛自2017年开始举办 今年来到第五届分成两个回合进行 总分较高的一队就会胜出 首回合出先由广东主场 安排在广州长龙举行 着陆三的澳门在第一节都能够跟对手打成军事 只是落后一分而已 澳门今届有黎家栋回归 另外还有陈伟成、罗歇明等实力球员 陈伟成和罗歇明今场联手交出了27分 不过来到第二节澳门就未能够抵挡着对方的进攻 半场结束广东领先39比28 广东队今场有陈国豪攻入了全场最高的22分 在第三节广东单节攻入31分 继续拉开分叉 有主场之利的广东最后在四人得分上伤的情况下 大胜89比68 在两回合的赛事占得先机 第二回合的比赛在本澳的塔石体育馆举行 澳门就要赢21分以上才可以赢得冠军 难度都相当之大 澳门今场就继续穿绿色衣服 而广东就穿蓝衣服 越澳杯蓝球赛是由广东省蓝球协会 和澳门蓝球总会联合主办 目的就是加强越澳两地的蓝球文化交流 促进两地蓝球事业的发展 之前四届都是由广东队夺冠 看看澳门能不能争回一口气 现在镜头影着澳门队的黎家栋 上一届因为应付东南亚职业蓝球联赛而未有入选 今年就重新归队 这次助攻罗协明得分 代表队都是以本地高级组蓝球联赛表现较好的球员为主 包括慈青的苏华泽 这次杀入去蓝底上蓝得手 初段上方都打得比较胶着 广东队这边就有曾兵强射入三分球 见到陈国豪在高位拆认 交过来给谢威 谢威突破防守之后擦板拿两分 澳门的黎家栋 传入去给内线的陈伟成 陈伟成背打之后一个防篮没问题 黎家栋的作用固然重要 有澳门遥名之称 他是在澳门黑红队效力 这次赛入罰球 黎家栋在第一节拿到两分 但是随后传来坏消息 黎家栋在防守的时候扭着脚要退下火线 第一节的时间都不多了 林伟豪赛入压哨的一球 不过澳门首节仍然落后14比19 刚才都提及过 澳门今场要赢21分以上 才能反败为胜 现在的形势相当被动 这场比赛吸引了不少球迷观战 第二节一上到来 高仲奇就射入了一个三分球 见到澳门的防守也相当拼搏 李志鹏这次偷到球 轻松打个快攻 李志鹏今场都有双位数得分 进入拿到12分 澳门在这段时间打出士气 陈伟成自己由后场带到前场 再来个上篮 进入了 兼搏到N1 协助球队不断受责分岔 受到疫情的影响 澳门代表队在过去一年比赛不多 令磨合的机会少了很多 罗协明这次被陈国豪Glock 等晚要取回球权 再交给罗协明 这次从底线杀过去 有了 吴泳鵬 在外线起手 亦到命中 这个时候澳门追成33平手 不过广东队在这一节的最后一击 由刘康能射入压销 广东在上半场领先35比33 今届的广东是以长龙三人篮球队作为班底 再加上广东省篮子篮球联赛的部分优秀球员组成 来到第三节 广东似乎逐渐进入状态 陈国豪搶到进攻蓝板球后放蓝得分 稍后又是他 杀入去颜色地带上蓝 见博到犯规 陈国豪的状态相当火热 这次仲来个单手入进 令观众大爆眼草 陈国豪的身高2米 现在是一名大学生 在全国大学生篮球联赛亦有出色的发挥 据报道有不少CBA球队都希望 签入这位未来之星 今场他斩获了全队最高的26分 其中有17分在这一节拿到 不单是内线也好表现 这次卸3分球也穿针 澳门队似乎对他没办法 镜头拍着黎家栋 在第一节受伤之后一直没上过场 打完第三节澳门落后53比65 反胜的机会越来越渺茫 来到最后一节澳门就靠着罗协明追分 这次在底角起手命中 罗协明在本地球团被称为高手 他亦是福建队的主力得分手 今场都交足功课 攻入全场最高的27分 但无奈球队的整体实力都不及广东 陈国豪来个双手坐进 广东今场有4位球员得分上商 包括炮射得手的萧海良 贡献了13分 而澳门在剩下的时间都没办法扭转败局 最终作客的广东在次回合赢87比75 两回合界以33分的巨大优势 赢得今届越澳杯冠军 连续5届奪标 体育局局长潘永泉为他们颁发冠军奖杯 而澳门队的主教练黄景龙就说 球队整体的发挥比第一回合要好 可以跟上对方的节奏 他觉得也算是满意的 另外他认为黎家栋的受伤 对球队影响比较大 因为其实他是我们内线的 其实直接是这队球的支柱 他也很想出回来 但可惜最后脚那里 我们都无谓要做这件事 我知道他属上大 但对我们影响其实都比较大 因为他除了拆胜和防守之外 其他都还有很多事情做 黄景龙也都说到 广东队是值得学习的队长 期望澳门未来也有更多比赛的机会 我想第一样是多比赛 因为其实我知道广东队 他们一直都 我想他们在说是打 由疫情到现在打 三四十场球 但是我们其实 他们自己 计算他们自己联赛 其实他们在说打几场球 这个我想 这里就是差距 还有第二个就是 我想防守 那个进攻强度 防守强度 还有体能上要加强 但是 希望日后可以多些在大阪区 因为其实广东省里面 已经是一个 很好的 很好的 比赛的地方 虽然 他们只不过是 都不是一个 CBA的球队 只不过是一个 省的队 是业余的 他们已经做得 做得这么好 其实 对我们 我想我们如果日后 多些交流 跟其他地方 我想他们的水平会高 因为其实看回第一场 和第二场 其实他们的进步 已经非常大了 黄景龙补充 澳门预计要到九月份才有比赛 将会出战全国运动会 曲棍球联赛开落 会打两个循环 积分决出名次 今季有一支新队伍加油 共有一八队各族划法 没错 新球队联络在 揭幕战就收线亮相 对曲棍球俱乐部 结果以全中学生阵容出战 首场戴八一比九 新一季曲棍球联赛在 今个星期开落 揭幕战由红黑衣的 曲棍球俱乐部对着联络 联络是今季联赛一支新加入的球队 变相这一季一共有八支球队参加 除了这两队之外 另外还有体校联 魯士坦尼亚、准备、彭利来、日艺和利姆台 上一季因为疫情关系 联赛由三个循环 改成杯赛的形式进行 在单循环赛制之下 最终体校联就拿到冠军 而曲棍球俱乐部 只拿到一场胜象 就以最后一名完成 新一季在揭幕战亮相有个好开始 陈同发看到定之后近门射入 这位上一季效力看校联的球员 开拓五分钟为曲棍球俱乐部 拿到领先 两队都比较年轻化 联络的阵容大部分都是中学生 加上有赵英杰等前努士坦尼亚 有经验的球员助阵 不过首场他们就派出全中学生的阵容出战 曲棍球俱乐部这一边就以中学生 和大学生的球员组成 上迷戏上一季球员就作出大换血 这边传下来空曬 但是林志鸿看来就晚了半步 接得不太好 今季就会打两个循环 逢星期一三五晚上8点45分 在奥林巴拉体育中心曲棍球场举行 以职分决定半瓦桂军 在个人掌项方面有最佳神射手 最佳价值球员和金授套奖 联络门将这边用脚挡了出来 但是队友就无帮忙 给到中志权在门前轻松执鸡 拥运球俱乐部领先2比0 之后再获得一个限时40秒的短角球 看看怎样处理 这里一射就有联络的球员挡到 但是这次就走漏了陈家乐 联络在门前的跟进防守 就不是做得太好 这里又是陈家乐 对方未拍到过来 已经起了手了 个人梅开二道之下 带领曲检球俱乐部半场建立4球优势 联络这班球员年龄介乎15至17岁 除了参加学界的赛事 出战联赛都是以吸收经验为主 经过连番努力之后 来到下半场 终于开债了 建功的就是盧奇隆 盧奇隆就有参与过联赛的经验 上一季效力老士坦 但出场的机会就不算太多 联赛之后1比4的联络之后 未能够一追再追 反而再犯同样的错误 看到在门前又漏人 陈鸿发攻入今场个人的第二球 曲检球俱乐部领先到5比1 继续到右脑的攻势 陈家乐一声满将挡到 这次就轮到林志鸿执继 接着快速的推进 简单的配合林志鸿 瞬世加一棍 在两分钟之内 实现回开二度 大方领先7比1的曲棍球俱乐部 都无放远手 中志权亦都找到 今场个人的第二球 张耀文今场还未开齋 一路带着球 入到得分区再起手 比数就已经来到9比1 联络之后亦都积极争取入球 但仍是无功异环 最终首场曲棍球俱乐部 大胜9比1 其开得胜 今个星期还有两场几日赛事 星期三晚上8点45分 有体校联队准会 而星期五同样时间 就有彭尼莱队一艺 以上的赛事 全部都会在奥林胖体育中心曲棍球场进行 澳门拳手蒋立昌 将出战在内地零下银村市举行的职业拳击冠军赛 与内地的张芳勇各族世界拳击协会 亚洲洲制拳王金腰带 双方真是激烈安营 是的 两个人击战了10个回合 最终掌立昌获胜 拿到生涯第三条金腰带 职业拳击冠军赛在内地零下银村市举行 三村白衣澳门拳手蒋立昌 正式出场 他今次的赛事 就会对战内地的拳手张芳勇 各族世界拳击协会 亚洲洲制拳王金腰带 会斗10个回合 看到蒋立昌充满信心 不得而且觉他有备而战 为了这场赛事 他已经准备了整年 赛前更加去了广州集团一个月 然后回到澳门调整 再打这场赛事 无论是身体素质还是心理上 都准备充足 虽然蒋立昌去到这么远比赛 不过都有支持者为他立喊打气 拿着灯牌 认真花尽心思 看回这场比赛 每个回合就打三分钟 张芳勇迫到蒋立昌在场边的位置 连番出拳 智咒很快 这么快就打完首个回合 教练张芳即是为蒋立昌呼兵 虽然短短三分钟里面 但看到两人在面部已经有红妆 张芳勇更加流鼻血 这个时候运动员要争取时间休息 以及听取教练的部署 介绍两位拳手的战绩 蒋立昌就相当之厉害 保持职业赛把战全胜 至于有外卖拳王之称的张芳勇 就拿到15勝4和1负 4次KO对手 看到第二回合 张芳勇也是这么进取的 打发极具侵略性 张芳勇也是以防守反击的战术迎战 打完第二个回合 回到休息的时间 之后的战方也是这么紧臭的 经过了多个回合之后 来到比赛的尾声 看看可不可以顶住压力 张芳勇 好漂亮 这下转身转手为攻 这几下组合拳也是击中对手头部 目前的形势不错 张芳勇处于上方 不过见他眼角都有一点肿 希望就不会影响他的发挥 由于疫情关系 张芳勇有近一年没有正式参加比赛 但落到场 见他都很冷静 同对手周旋 10个回合的比赛 终于就打完了 经过了一场这么艰辛的赛事之后 果然色英雄中英雄 大家都要答謝对方 双方的教练也抱起了运动员 看看三位裁判的结果如何 结果一致裁定 大分3比0获胜 恭喜张立昌 赢得职业生涯第三条的金腰带 他表示把所有的压力负担 一次过释放出来 很激动 因为一年整年的训练 所有的事情 终于可以释放出来 在这一刻 感觉自己也有很大的压力 负担 那一刻 所以都完全释放出来 张立昌的教练张伟就说 今次赢到冠军 是给团队一个很大的鼓励 有信心挑战更大的舞台 接近这个世界舞台的一个很重要的一步 我们需要看到它的能力可以去到哪里 因为 这次我们打赢了这个东亚权盟之后 我们下年的计划 就是希望 即是来年的计划 我们都希望是 打这个正规的亚洲权盟 我们都有信心 现在这次看完之后 无论它那个距离的控制 或者那个准确度 是比上一次更好 张伟補充 目前掌握枪需要在力量上加以增强 虽然疫情下出内比赛机会不多 但仍然会维持稳定的练习 以备随时参赛 这段时间先休息一会 节目第部分回来 会有其他的本地体谈消息 欢迎回到节目的第二部分 第23届学界武术赛 一连两日 在中袍职业技术学校举行 吸引来自38家学校 合共481人参加获法 当中方众学校成为大赢家 得到39金甲 布晓琳在女子A组大丰收 各日豪夺三金 还协助校队人倒高级组 对练和集体的冠军 由教青局主办 武术总会承办的 第23届学界武术赛 一连两日在中袍职中体育馆上演 由于疫情关系 所有人进来之前 都要出示健康码 以及必须佩戴口罩 两日的赛事分成六大部分 一共有140多组的比赛 吸引来自38家学校 合共481人参加 设有传统套路和竞赛套路两大项目 备受关注的A组 不少都是澳门集团成员 其中包括画面所见 来自方众的布晓琳 李明应届毕业生 先后在女A男权传统拳术 短气械及长气械收获过人三金 刚才才是2号场地 完成男拳内长气械的赛事 布晓琳随即转到1号场地 再出战高级组对联 火柏师妹兼女B三金得主刘远奇出赛 所表演的套路名称叫双刀战昌 最终获得全场最高的8.48分 力压澳大附属应用学校的红丝反 和庄家线的组合 获得高级组对联冠军 一号气连夺四金的布晓琳 在之后再有收获 高级组集体项目有5间的学校参赛 率先出场的是澳门方众学校 他们派出布晓琳、钟子龙、刘远奇、黄家辉等等 表演的套路项目叫集体刀术 最终他们获得全场最高的8.73分 以0.13分的优势 力压劳校中学的集体拳军 获得冠军 蔡隆子弟学校的集体拳有8.3分 获得第三名 亦恭喜布晓琳 获得五金成为今届的大赢家 这是我第一次参加五项 参加所有项目 取得很好的成绩 我自己也很意料之外 自从上了A组之后 我没有试过自己单项里 都是全部拿金牌的 幸好可以在最后一年里 完成到这个梦想 可以圆满 能够在学界生涯最后一年 能够画上完美句好 的确不简单 不知道布晓琳最满意是哪个项目呢 我觉得自己最满意的是集体 因为我们集体真的练了很久 每一个学校认得很认真 早上放假 圣诞假什么都好 好早上学校联系都好 高度配合 我觉得这是我最满意的 我界武术赛分成男女ABCDE组 当中一共决出25位的三金得主 南A方面有三位的三金王 包括了集训队的陈梓傲 陈珈琦和画面所见的陈嘉豪 奴侯应届毕业生的陈嘉豪 在长拳类传统拳术获得8.6分 成功封王 继长拳类传统短气骸之后 再奪一面金牌 他最后一个项目 就是长拳类传统长气骸 这个项目有五人参赛 最后一个出场的陈嘉豪 表演的透露叫做飞龙枪 结果获得最高的8.41分 再下一成勇奪三金 持有的陈毅刚和永媛的游盐传 分别名列二三 前嘉豪赛后表示 什么场是他学界生涯的最后一场比赛 因为紧张曾经出现失误 但仍然满意整体的发挥 因为未移身开 但比赛的过程有点享受 因为最后一年最后一项 都是带有喜悦的感觉去比赛 最后一年可以拿到三金 算是结束我这个学界比赛的里程庇 亦是另一个人生的转折点 我未来打算看有没有机会 可以参加到世界性或国际性的比赛 男子A组国际竞赛长拳 持有的李卓洋相当出色 做出9.15分 李卓洋去年在B组得到三金 今年升组之后亦都赢到冠军 我觉得我今天发挥是比平时好 还有我觉得比去年都进步了很多 因为更加冷静 就不会太急躁 节奏都处理得挺好 对于我来说 这个冠军 都是大会对我的肯定 其实我都非常开心 女子A组国际竞赛长拳 只有两位的运动员各族 加洛萨姓森英文中学的王永恩 拿到9.1分 给第二的施智林多接近2分 收获金牌 我觉得今天发挥比平时差了一点 因为就有点就着打 还有在这段时间才练习这个套路 可能没那么熟 扣了一个A组分 扣了一个布营 这个位置可以进步了 这个位置 女子A组长拳类传统拳术 第一名是牢校的翁碧怡 做出8.42分奪标 现在心情当然是十分开心的 我也会检讨自己不好的地方 希望可以在下一年去改进它 学界武术赛组织委员会主席梁忠令表示 每年参加的人数不断增加 学校的重视程度加大了 学界武术赛组织比赛 今次是23年 我们每年都增加 基本上 所以都是一个可起的现象 越来越多学校都比较重视 这几天看到很多校长来打气 你看看我们觉得 以前刚刚开始的时候 二十几年前就是比较少的现象 梁忠令师傅也补充 透过学界武术赛 从中挑选运动员加入习分队补充新血 总结这届赛事 我们方众学校一共拿到三十九金 十七银 十二堂 成为奖牌榜的第一名 五劳校中学和教业中学 分别名列二三 学界足球贵军战 上个周末在联锋球场举行 又陪华对国际学校 比赛可以说是峰回路转 国际学校半场领先一球之下 被培华在换边后最评价 结果两队互舍十二码分胜负 结果培华赢3比2收获贵军 大家来到联锋球场 看看上个周末 在这里举行的学界A造足球贵军战 由红衫的国际学校面对着培华中学 国际学校是上届冠军 只可惜在四强输了比赛公会 而培华就在准决赛三球不敌越华 两队在小组赛交过手 当时国际学校就赢3比1 卡华路就是国际学校的绝对核心 给丹尼尼一脚的软射 挡出不软 卡华路想上前撿鸡 但是被门将的黄文进没收 看来14分钟左右比数还是0比0 这两队球都是近年来 学界四强的上客 特别是培华中学 以往也是冠军的有力争夺者 但近两队都不能打入决赛 看到又是卡华路推左走右 这里被对方踢掉了 但球阵试就没事 国际学校就压住来踢 不断在边路拆动和攻势 丹尼尼射不到后面还有皮 只可惜左脚就能炒到球底 比达排面来说 国际学校肯定被提高一线 陪华看看能否靠着死球攻势能够进入球 这里头锤阻挡到的 甚至我會威脅不大 門將湯瑪士馬上打個反擊的快攻 這裡陪伴阿塞上去後防有不少空位 又是卡華盧 個人能力絕對不用懷疑 但是這裡想再推深一點就被對方攔截到 但仍然未解到位 否則後再有機會 基爾維奧放你禁區 彈兩彈又落在卡華盧 鬥過來美儲 搞定了 沈子賢門前輕鬆撞入 28分鐘幫助郭忠孝才能記錄 這球卡華盧臂都給得挺漂亮 眼尾瞄到就是沈子賢後上 撞入成功 見到又是卡華盧 虎人上來Mark 嘗試離一腳的遠射 指我識就偏離目標多遠 半場打完 郭忠孝領先1比0 學格打上下半場各35分鐘 換邊之後仍然是郭忠孝佔 頻頻製造威脅的宮門 這裡丹利爾頭鎚頂高了 丹利爾今場都頗有威脅 在前場亦製造不少麻煩給對手 但這裡後防有漏洞 比倒就是王志軒搞定 但龐正舉棋視與月位 培華的球員當然投訴 之後主裁判和龐正相討之後 確定入球有效 處於劣勢的培華中學 成功修復失地 兩隊賽成1比1 重新回到起跑線 之後培華的角球攻勢 蘇智雄這球敢放 只可惜緊緊處邊出界 比賽尾段雙方你來我往 偷下路的射門中柱 最終兩隊發定時間賽成1比1格 沒有架時的情況下 所以互射12馬分勝負 第一輪郭忠孝佑道明股師主射 但這球射得真的差 完全是考驗不到王文進 和中學王志軒射第一球 沒問題 領先1比0 兩隊路根操刀 幫助郭忠孝射入他們第一球 先追平1比1 第二輪蘇晟宏沒問題 他說中學再度領先 這段時間相當考驗大家的抗壓能力 皮爾斯射成2比2 但郭忠孝射先 馮子軒這球被門將湯馬士捉到路 雙方重新回到起跑線 第四輪就很關鍵 蘇曉暉操刀 但是過不了就是王文進 培華第四輪由王動拳射入 壓力落在國際校身上 王文進擋出這球 培華中學就能收獲貴軍 主射丹尼爾 成功捉到路 最終培華中學12馬就贏3比2 收獲今屆第三名 我已經最後一年了 不想有什麼遺憾 可能雖然輸了 是有遺憾的 但是都是不會不開心 但是最後我覺得我們的努力有成果 就是因為大家都 是因為這麼努力 所以才能幫到這個12馬 所以才有機會贏 因為去年我們還是冠軍 所以跌回到這個第四名 還有有些人都畢業了 所以沒有可惜 踢完鬼滾戰之後 決賽將會在下個月27日上演 由升公會對著粵華中學家 除了學界竹籃牌比賽 來到最後階段之外 學界羽毛球各組別的決賽 也會在接下來的星期日上演 安迎考你 之後還有什麼羽毛球比賽 當然是下和不到 下星期一就會展開全路羽毛球公開賽 另外是羽毛球總會 今年主辦的首項賽事 另外我還知道今年總會 計劃會舉辦大約七項本地比賽 羽毛球總會去年因為疫情關係 各項本地賽都需要除銷和延期 最後只是舉辦了全路公開賽 青少年精英爭霸賽和全路團體賽 三項賽事 不小一年總會計劃 復辦行常的賽事 大約有七項 今年雖然仍然有疫情存在 但由於澳門這個疫情控制比較好 所以基本上 今年我們的賽事安排和往年都一樣 都不會減少 接下來第一個比賽是全澳公開賽 在一月尾和二月頭就開始舉辦 這個比賽已經抽籤了 今年首項展開的全路羽毛球公開賽 將會在下星期一起分8個比賽日 在東亞運動會體育館羽毛球場進行 沒有男女子單打 男女子雙打和混雙五個項目 至於外出的賽事 預計會派對參加五個大賽 由於國際上這個疫情比較嚴重 所以今年我們編排的計劃上 都很被動 所以大部分世界大賽 我們都避開了盡量都不去參加 現在報的暫時定了 是有五個賽事我們會參加的 包括亞洲錦標賽 世青、亞青 另外有兩個運動會 一個是全運會 一個是亞洲青年運動會 一共是暫時大型比賽會 今年估計會參加這五個 雖然代表對球手外出參賽的經驗較過往少 但將布輝補充會盡量爭取參與 鄰近地區的賽事 比球手有更多實戰機會 始終對外面比賽是少了 但如果可以 其實總會方面都會安排鄰近 例如中山、珠海 有時它有些少型的比賽 我們都會嘗試派球員出去打比賽 世界語聯由06年起都會在本澳舉辦其中一站列賽 上年因為疫情關係取消 澳門羽毛球總會表示 今年可否議舉辦仍然有待安排 其實編排就編排了 但也要看世界語聯那邊究竟批不批 因為球員來澳門 根據現在澳門疫情要21天 其實對賽事影響很大 因為他真的報了命 他要21天來澳門 21天之後再賽 可能他再回到自己的國家地區 又要再停 所以我們編排了 只不過在等語聯那邊宣佈 究竟批不批呢 如果批的話澳門便會繼續批下去 澳門特殊奧運會剛剛過去的週末 舉行了今年首項的賽事 就是德奧保齡球賽 這個賽事一直備受家長和運動員喜愛 能夠適合不同殘障程度的智障人士參與 是德奧運會每年行常的活動之一 今年吸引了大約80人報名參加 分為單打賽、個人技術賽和共用賽 其中在單打賽按水平分成三組 最高水平的A組冠軍由鏡頭拍著的吳志文贏得 完成兩局之後 他的總分就是352分 而共用賽就有三支隊不參加 每隊由三位健全人士和一名智障運動員組成 主辦單位就希望促進智障人士參與 有益深深活動 從中發掘他們的潛能 並且繼續邀請不同界別的人士參與 達至雙見共用 在於保齡球運動員的氣氛 尤其是強調團隊或者社交的發展是非常有幫助的 亦都很受到一些成人的智障人士 或者在職的智障人士在公園時間參與的項目多些 希望透過保齡球這件事推動雙見共融 所以我們會組織一些比賽或參與人的比賽都會多 澳門特殊奧運會今年會按照往年的計劃 舉辦8至10個不同的體育項目比賽 包括了籃球、兵笨球和短毛球等等 為資長人士創造條件和機會 變化應該暫時未有太大的變化 但我們可能會從過去做一些比賽 很強調比賽的競爭性 由於疫情的關係 很多服務小用者都希望多些參與 我們可能會做多一些同樂日的活動 令到多一些服務小用者能夠接觸 在項目從而他們能夠得到身心舒展的目標 不少漁漢也提到在外出的賽事上 運動員今年會主力備戰9月在陝西舉行的 全國殘奧人士運動會 好了 今日節目時間又差不多了 竟然群英除了星期二晚10點半首播之外 星期三上午10點半、下午3點鐘 在澳市、澳門、澳門體育和澳門資訊都會有重播 又或者瀏覽我們的網站重溫今集內容 提提大家 本台在今個星期會直播兩項足球賽 包括英格蘭足重杯第四圈 以及西班牙甲組聯賽 另外還有泰國羽毛球公開賽事強 在星期五也會直播學界籃球賽 男女至A組決賽 星期日還有學界排球賽 男女至A組冠軍戰 這麼多精彩的賽事大家記得留意 今集節目就到這裡 我們下星期同樣時間再會 拜拜 《大阪神戒》 見識字幕後 《大阪神戒》 mainly是4年 我們下星期五也會